我在科团队的那13个月 我做对了什么 做错了什么 我当时的自己的状态 然后我应该怎么调整 去重新看见我自己 然后因为那13个月里头 我的专业被完全地踩在地上 那后来我回想 其实除了我的专业之外 我觉得科团队里面 不少人对人也是不尊重的 不只是不尊重专业而已 是不尊重人 那时候你知道 我还常常想起 就是科曾经用什么话来 也于新竹市或也于我 因为当时他就说 你以前在新竹那个小 小城邦 对 就是小小的 小地方 你看你看你现在社会局 光社会局就有一千个员工 两百亿的预算 两百亿的预算 刚好等于新竹市一年的预算 对 他就讲说 你现在一年两百亿 就是新到市的综艺生 当时会打动我来的 我就是看中科跟许立民 有种把重养礼金搞掉 因为就社工专业的人会觉得 你齐头式的 今天搞什么嘛 就不是一个好的 对对 所以台北市竟然有种 就是全国那么多现实 能做这件事情 我就佩服你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来社会局一定有所发挥 我一定可以做很多 我以前想做 但是没有人支持我要做的事情 因为你都可以把重养礼金搞掉 可是我进来之后不到半年 我就知道他想恢复了 嗯 所以说